1945年到1953年 来自美国芝加哥的农民威廉·霍华德·星顿 以美国战争情报处分析员的身份来到中国 参与了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重庆谈判 结识了周恩来和毛泽东 出于对共产主义的向往 他留在中国 并深度参与了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过程 他在麦卡锡主义的巅峰时期回到了美国 他的护照被安全部门取消 受到FBI的调查 被列入黑名单 禁止从事一切与教育相关的工作 也没有其他雇主敢聘用他 霍华德在中国土地改革的过程中 记下了大量的笔记 这些笔记也被没收 经过长时间的法律斗争 霍华德拿回了他在中国的笔记 之后的16年 他把他的笔记整理出来 并且写成了纪实作品《翻身》 这部作品描述了他在1948年 在山西省鹿城县张庄参与土地改革的经历 由于当时美国的左派思潮 这部作品和红星照耀中国 一起成为当时美国激进左派 必读的书 大家好 我是路易斯 欢迎来到真实的荒漠 而在文革期间 霍华德兴顿受周恩来的邀请 重返中国 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频繁出现的报章杂志上 他的中文名韩丁 在那个时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他的妹妹韩春 是少数参与曼哈顿计划的 女性物理学家 著名的华裔核物理学家杨振宁 是他的同班同学 他不满于美国原子弹核爆的残忍威力 去到了延安 并与那里的奶油专家杨枣在一起 两人在中国长期定居并生有一子 他在北京待禅期间 正赶上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主办的第一次大型国际会议 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宋庆龄得知韩春在北京 便邀请他出席会议 不久杨枣韩春的大儿子在北京妇产医院出生 宋庆龄为他取名和平 这个孩子就是后来B站上见证的大V杨和平 杨和平作为一个从小在中国长大的外国人 接受的是正统的红色教育 即便后来回到了美国 他依然坚持收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 他至今仍是毛泽东文革路线的忠实拥护者 杨和平一家的故事 是那个年代毛主义对西方世界影响力的缩影 因为种族、性别、战争等议题出现的问题 遥远的东方国度出现的共产革命 似乎昭示着某种更美好的未来 毛泽东的反帝国主义立场 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共鸣 在中国 毛泽东提出革命要武斗 不要文质彬彬 红色革命进入暴虐的杀戮阶段 而在遥远的美国 也有一个组织 叫做革命行动RAM 他试图通过暴力来达到他追求平等权利的目的 在中国 毛泽东发动年轻人冲到捍卫红色政权的红卫兵 而RAM也制定了世界黑人革命的红卫蓝图 并在青少年中成立了黑卫兵 他们接受的是山寨版本的中式红色教育 通过对毛泽东名言的改写和本土化 把这些革命的概念置入人们的脑中 比如那句著名的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被他们写成了抓枪杆 少他妈废话 黑豹党把一直不坚定的同志称为止黑豹 都是模仿毛泽东的语言 最终他们希望像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一样 发动一次黑人文化大革命 RAM的精神领袖 罗伯威廉斯 是19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黑人激进主义的先锋 他的成名在于 他是黑人抗争运动中的勇武派 倡导不要和平抗争 而是述诸暴力 回溯他激进思想的产生过程 可以看到社会环境的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 罗伯威廉斯 出生在一个白人至上的环境里 在他所在的小镇上 当地的警察局为了对抗犯罪 经常发动上千名3K党的党员聚集活动 这给年幼的罗伯威廉斯心里 留下了相当深的阴影 成人后 他成为了全国有色人种协会的负责人之一 他希望向毛主席学习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通过武装自己来争取黑人的权益 这一想法影响了后来的黑豹党 黑豹党党员带着武器在街道上闲逛 以挑战国家暴力机器 成为60年代黑人抗争运动的一道独特警官 而罗伯威廉斯在一次冲突中 与3K党员和当地警察发生枪战 之后迅速逃离 他被警方列为危险分子 为了避免被起诉 他流亡到古巴 之后又逃到了中国 罗伯威廉斯的激进思想 与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不谋而合 毛泽为世界反帝国主义的领袖人物 对美国的黑人抗争运动大加赞叹 罗伯威廉斯对白人主导的政权非常不满 所以两人一拍即合 1963年9月 威廉斯和他的妻子来到中国的时候 受到国兵级的待遇 御用文人郭沫洛 极尽奉承之能事 把罗伯威廉斯奉为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反帝大英雄 他也用自己的热情加以回应 他说 毛泽东是第一位公开表态支持非裔美国人 反对种族歧视的世界领导人 他对美国的言论审查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他为他能够在数百万人的集会上发言激动不疑 他说在中国骂美国完全不会受到任何审查 所以中国才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 1960年代末 在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尔克姆·埃克斯 和小马丁·路德金遇刺后 新兴黑人激进运动再次掀起高潮 比如在今天已经成为 美国流行文化符号之一的黑豹党 他们的皮夹克贝雷帽形象经常被模仿 他们的理念在一些文化作品中得到体现 和罗伯威廉斯一样 黑豹党领袖同样以毛泽东为榜样 不同的是他没能推翻他的政府 黑豹党的确取得一些成就 他们保护人们免受警察的暴行 呼吁为黑人提供更好的教育 住房和工作机会 并帮助联邦政府通过儿童免费早餐计划 在全国范围哪位儿童提供学校早餐 而被人诟病的是 他们强迫企业主无偿捐献自己的财产 时常不分青红皂白的使用暴力 据报道他们还参与了卖淫团伙 黑豹党的创始人修衣牛顿 与他的同学暴毙希尔 对他们在大学期间涉足的许多团体不满 他们觉得这些组织过于松散软弱 不足以反映黑人的现状 牛顿认为 他们需要能够吸引那些真正老虎大众的东西 对于底层出身的平民来说 没有什么是比枪看起来更酷的事情 当时社会上黑人暴力犯罪时有发生 警方与黑人处于剑拔弩张的态势 很多黑人会遭到无端的盘问 甚至毒打 黑豹党党员会拿着枪在街上巡逻 当他们看到警方在执法时 他们会在附近徘徊 携带猎枪 大声朗读法律条文 宣扬自己反对压迫的权利 为了扩张 他们需要更多的枪支 而这需要钱 于是他们享受了绝妙的筹集资金的方式 出售毛泽东语录 这样既能宣传他们的理念 又能解决资金的问题 黑豹党成立后不到几个月 牛顿和希尔就去了旧金山的中国书店 以每本20美分的价格购买了大约100本左右的书 并在伯克利校园 以每本1美元的价格出售 他们还对毛泽东的语录 做了本土化改造 书上说中国共产党的地方 就改成了黑豹党 把中国人改成黑人 纽约黑豹党总部的附近 到处张贴着红宝书里面的标语 20世纪60年代末 黑豹党在毛泽东为人民服务号召的鼓舞下 开始在贫困社区开展社会项目 包括免费医疗 救护车服务 法律咨询等 到1969年底 黑豹党每天为19个城市的2万名儿童提供免费早餐 出于对黑人民中的同情 加上黑豹党的这些怀柔策略 他们在民间受到了很大的欢迎 而和黑豹党表面的亲民形象完全不同 黑豹党的首领牛顿是一个暴脾气 无时无刻不再践行毛主义的斗争哲学 1964年 牛顿在一次吃饭的时候和人发生口角 他二话不说 抄起牛排刀上去就捅 随后他被判了持致命武器袭击罪 三年后在奥克兰 他坐在一辆车里被警察拦下 进行例行检查 这位警官名叫约翰弗雷 约翰弗雷认出了这位有前科的黑豹党领袖 马上叫来了支援 第二个警察一到 两边就开始对射 约翰弗雷最后被打死 牛顿被捕受到警方起诉 但是蹊跷的是 这起案子在经过一系列的法律攻防战后 因为证据不足 牛顿被判无罪 在这段时间 他还去了趟中国 待了十天 见到了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夫人江青 在中国 他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招待会 并参观了全国各地的工厂 学校和公社 当然黑豹党成员看到的是 中国希望让他们看到的另一面 那时候的中国正处于灾难性的 文化大革命的阵痛之中 红卫兵在过去五年里面 枪害折磨和虐杀了数百万人 这处于毛泽东所吹嘘的天下大乱的阶段 黑豹党的成员 当然没有看到这一切 他们经过的地方 一切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条 他来到了一个共产主义主题乐园 并由此对这种社会的运作方式 青睐有加 牛顿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到 在现实看到了一场如此快速的向前推进的革命 是一次令人惊奇的经历 看到一个无产阶级社会的运作 非常令人难忘 与毛泽东的革命一样 黑豹党的后期也陷入派系斗争 并在他的领导者许多错误决定之后解散 黑豹党信息部长克里弗 1971年被开除 促使几乎整个纽约分会和许多人离开该党 并引发了青牛顿派 与克里弗派之间的战争 最终导致四人死亡 黑豹党的暴力活动 让当时的FBI将其视为眼中钉 联邦调查局局长艾德加胡福 将黑豹党描述为对国家内部安全的最大威胁 双方开始一场殊死战斗 受到压力的黑豹党的内部 也开始了一场整风运动 黑豹党版本的肃反AB团 当时的纽约黑豹党分会成员 亚历克斯拉克里被怀疑是警方的线人 可怜的亚历克斯 只是对上层日益官僚化表达了一些不满 一分三色 十分五等 与这个组织最初宣扬的相去甚远 他立即被视为不够忠诚 被一众黑小将带到黑豹党纽黑分会 位于果园街365号的总部 在那里 黑小将用开水浇遍他的全身 还未等他伤口愈合的时候 用开水再浇一次 最后他被折磨到不成人形 亚历克斯拉克里同志最后承认了所有的指控 但他没有得到同志们的宽恕 他最后在附近的一块沼泽地被处决 很快 这件事情就被警方发现 黑豹党的著名领袖暴毙希尔 他被认为是这起事件的主谋 不久他被逮捕 希尔拒绝承认相关罪行 他在法庭上和黑豹党的另一位成员萨姆斯大打出手 萨姆斯说希尔是叛徒 是这次暗杀活动的主谋 希尔骂萨姆斯是神经病 而这时候故事的发展开始变得狗血起来 正当希尔在法庭上进行激烈的攻防战的时候 前来看完的同志告诉他自己的妻子竟然怀孕了 黑豹党同志弗雷德贝内被认为是孩子的父亲 这时候绿光冲天的希尔在监狱里垂胸顿足 怒不可遏 不久贝内特的尸体被发现了在某处黑豹党的机构内 在当时巨大的民权运动的声浪下 萨姆斯和希尔都被陪审团判处无罪 出狱后 希尔还作为民主党人竞选加里弗尼亚州奥克兰斯市长 而这段时间由于黑豹党的上述作为 他逐渐失去了民众的支持 两年后的1974年为了挽回声望 他们决定利用好莱坞的力量 于是开始张罗筹备一部电影 希尔对电影内容只突出牛顿个人的作用表达了不满 于是两人开始了争执 最后演变成一场斗殴 此时已经不是当年大家称兄道弟的时候了 这时候黑豹党已经阶层森严派别林立 牛顿周围也是层层把守 任何人不得逾越雷池半步 他手下的卫队上去对希尔就是一顿胖揍 把希尔揍得躺在病床上整整一年 在70年代 牛顿越发对强效可卡因上瘾 情绪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他枪杀17岁的妓女凯瑟琳·史密斯之后入狱 理由仅仅是因为史密斯叫了他一声宝贝 这是他童年时期最讨厌的绰号 但是由于主要证人受到恐吓拒绝出庭作证 他没有被定罪 这一年他还因为一套西装的价格问题 与自己的裁缝大打出手 一系列的官司缠身 再加上FBI的步步紧逼 牛顿绝对效仿前辈 最后和女友一起逃到了古巴 在那里一直待到1977年 毛泽东于1976年去世 这时候外界终于开始了解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了一切 人故有一死 或重于泰山 或轻于红毛 是牛顿最喜欢的毛泽东语录中的一句话 但是他最终没有实现他重于泰山的理想 1989年8月 天安门事件发生了两个月后 他在一次毒品纠纷中被杀 文化大革命的反权威言论 在西方成为了启发诸多针对政治文化 社会习俗所做出的反抗因素之一 例如针对国内与国外政策 殖民统治 两性关系等 有趣的是 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国内是一场纯粹的暴力运动 制造了无数惨绝人寰的悲剧 而在他的内核并没有昭示天下的情况下 他平等主义的表象 社会大同的理想 在西方居然某种程度真的推动了文化的革命 而警方镇压这些反抗者的不当行为 让他们的一部分成员神格化 以受难者的形象出现在了流行文化里 而在那些被历史 种族 或者社会经济断层 深深撕裂的国家 文化大革命 把政治暴力加以正当化 就像燎原的星星之火 在某种情况下 这把火如今仍在燃烧 但有种族歧视的警方暴行 遭到揭露时 时常震惊美国社会 对那些受到文革毛主义的启发 而投入美国黑人解放抗争的资深反抗者来说 毛主义的一些政治理念 依然能为他的行动提供指导 但是在社会熔炉中 他们总会受到挫败 就像一场社会意识形态的高烧 迟早有被治愈的那一天 但在那些制度条件不完善的国家 结局就会更加的惨烈 欢迎订阅留言和点赞 频道的每期节目都需要耗费创作者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所以您也可以通过加入会员 和适量的捐赠来支持我们 这对频道的发展至关重要 多谢你们